今天我又到德州这个这个博国酒店里来 我明白我明白心里有数心里有数 然后这个是一个六方low trunk的帽子 我说过啊我要么就不买帽子 我很少买这种圆帽子 要么画面很好的我会买 一般一般我就买这种喜欢六方四方的帽子啊 比较好看 这个是带个low trunk的 那么这个背后呢其实还有一段故事啊 老哥他有一段故事 他他以前也是大几千买的 老板小葵出一点 他玩其他的去 然后这个呢我倒是一直想找的一个品种啊 警察阵给人家介绍过啊 私自交臂本来都买到了 后来又错过了 这个其实品相比上的那个还要好 全没品 都特别开门一眼货 然后上面的诗文 开门 描军诗文现在也非常清楚啊 非常工整 东西打开门的 然后这个我就跟老哥成交吧 然后待会再给你们讲其他的啊 那你就先包着啊 包着 嗯 这个字写着还工整 上面有诗文兰花的啊 这种是一个什么实际的 晚清的 晚清珊瑚和苗清诗文兰花的一个六方热装帽种 东西还是很漂亮的 包 稍微厚一点啊 哎你放心吧 这这这 这这 我说他要出国 所以呢 他无所谓 他也就赔一点 他也卖了 按照正常 他这个帽种的价格卖给我 是不止这个价钱的啊 正好碰到了啊 就就才有这个 请教 咱们拿这个例子也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提法啊 刚才手门脚了有点小激动啊 我在我在书里想我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那个帽桶啊 在一年前啊 景珊瑚的一个地摊 然后我就想买 结果呢 当时被别人抢走了 我就没买钱啊 当时也是大几千 我很喜欢 后来被别人抢了也很后悔啊 过个一两个月出现在另外一家手上了 因为他买下来了 而且他又倒了一手啊 又加了一笔钱 所以就越卖越高 所以这个事情也成为我一个心结啊 一直想看什么时候买到 没想到这次到德州来 有了一个小心愿吧 然后就把这件买了 其实我这件买的价格比原来第一手的还要便宜 所以有时候就是缘分到了啊 所以这个事怎么说呢 有时候能跟物件就是有那种说不清的缘分的啊 只要你理解尊重物件 然后也比较真心的喜欢这个物件 一定他还会回来的 实在是比较高兴啊 这外面是德州的小夜景 给你们欣赏一下